目前已经入夜 而看球的球迷们依然很多 我是解决员王涛 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苏东苏志导 和我一起来为您分析本场比赛 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 这场八进四的对决 对准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 和美国女足 淘汰赛啊总是令人兴奋的 不知道今天谁进四强 谁又会成为看客呢 就看霍兰的了 球进了 他们的开局非常完美 这个进球来得很早 比赛接下来的局势 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这个球充分地说明了一件事情啊 有一个好的传球手 进攻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最后打门选择了推射 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 将局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拦截啊 对这个进攻戛然而止 胆大心细 直接在进区内用铲球 都会球权 罗斯拉威尔 这里尼蒂罗德曼 球传得很棒 真是一个手术刀扮精准的传球啊 又一个几乎是没有停顿的 连续两个进球 对方有点懵了啊 好的传球手就是这样 只要一出脚就能创造威胁 就像这个球一样 最后这条推射 更是让人赏心悦目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网霜 仍然在继续向前带球 趁我们不在意啊 一瞬间球权转换了 扎到对方腹地了 可能有机会啊 被击12不轮 直接朝球铲过去 这球应该是传过去了 有了 这条只剩一个球了 希望是大大的有啊 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 这脚传球分量给他敲的好处 完美地穿过了对方的防线 送到危险区域 最后来了一脚精彩的推射 球在空中滑出一道 美妙的弧线直飞往窝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董恩拿球 在后场把球阐断 往窝 直塞过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没劲啊 诺斯拉维尔 特里尼蒂 罗德曼 带球来到了进攻三区 好位置啊 这个球出界了 界外球 单枪匹马直奔球门 我还以为啊 这次可以进球呢 没想到 球被对手断了 我也被他们坑了 好球 非常好的机会 进了必须的 几种力柱 防守队员把皮球解围了出来 今天 他们不太走运 这个球 如果打进 就可以半平比分 但很可惜 门框成了他们面前的 最后一道障碍 四往三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 但是对手没有犯错 拿到了球权 看看楼家会的处理 打得太高了 脚没有收住 安迪苏利文 比赛还在继续 对 裁判没吹 双方还在拼抢 展瑞 摇尾 杀到对方腹地啊 这球能扳平了吧 文将还是扑到了一下 幸好他挡住了对手的大门 不过对方的威胁还在 别看这个球拿得容易啊 这第一下扑就啊 一点都不容易 这可能就是先不够甜吧 真的是的 脚下活非常细啊 感觉有了 一球应声入往 太精彩了 他们现在这状态 简直是拦都拦不住啊 他是靠着全队的努力 落后两球 现在比分持平了 回方来了 看看他的跑位 多么的机敏 他总是能够出现在 最关键的位置 然后把球送进球门 双方暂时打成2比2平 他这边很开阔啊 哎呀 球就这么丢了 我们刚刚还在分析 他们这次极具威胁的进攻呢 以后不夸他们了 他这边没人防守啊 来了一脚传出 前场逼抢很有效果 拿到球全了 直接打门了 守门员不为所动 因为觉得这球 根本就进不了 事实证明 守门员的判断是正确的 哎 这个抢断控制的不完美 球出界了 索菲亚史密斯 上场效果还可以 对方的脚下球拿不住了 他这边机会不错 空间很大 看什么质量了啊 文将也是毫不逊色 轻松做出了铺球 拉维尔 交给他霍兰 传球找到了队友 双方现在打平 他们也没必要过于着急啊 有对手围过来了 中场哨声没有响起 不是一分钟 这么不明显的跃位 都没能逃过裁判的火眼金睛啊 想找前面的队友 都被扑出去了 这就是长期训练的下意识反应 直接把球发到了进区里 文将做出了一次成功的扑球 当时主裁邵响响 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裁判一声哨响 美国女组开球 双方展开了下半场的争夺 面对B抢 他用身体来护球 掐灭了对手的攻势 拿回了球权 唐嘉丽 选择往内线发展啊 这应该是被写进滑产教科书啊 晚期的机会来了 主赛派吹给了他们一个位置 非常好的任意球 黄牌无疑了 果然 黄鼠队员似乎说我能理解 凯利奥哈拉拿球 打不穿防线 身门被挡住了 拿回了球权 有没有信心直接打反击呢 这次反击最终以丢掉球权而结束 在方式三区拿球 并不着急 中方交换球权 他们还在拿球啊 已经突进到对方腹地了 不错 抢到了球权 张瑞 交给了楼家汇来处理 他们失去了球权 交给了对手 特里尼迪罗德曼 提醒大家一下目前比赛的时间 还剩下三十分钟 王珊珊 很耐心啊 想传个机会出来 他们又拿回了球权 四方森 现在有反击的机会 球丢了 反击失败 他们还在耐心地寻找机会 他送给了对手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 还有可能送给自己一张黄牌 台湾对他出示了黄牌 没错 方贵队员自己也清楚 这是个黄牌动作 林赛霍兰 阿拉纳库克 这球能进吧 可惜了啊 这脚凌空没有打进啊 凌空上门是很考验技巧的 其实这次已经很接近进球了 可不是吗 双方今天踢得难解难分 几次进攻打门都是很有质量 让人印象深刻 这下跳传不错 相当有威胁 你看 只要你足够优秀 就连防守都能看得人是激情澎湃啊 球权一阻落 边路前面还有空间可以继续走边路 这球该有了吧 球又进了 他们扛住了大比分落后的心理压力 一分一分地将局势扳了回来 终于凭借这个球他们将比分反超了 比赛又回到了他们的掌握之中 进球的回放来了 看看这个教科书一样的跑位 这样的绝佳机会 怎么可能会错过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拉维尔 球传给了霍兰 那么示意 比赛继续 正确的判法 完全没有任何失误啊 要知道这可是在自家禁区里啊 还有十五分钟 比赛就会进入到商庭捕食阶段 打得太高了 脚没有收住 有队员要替补出场了 这球有了 门家挡住了这一项 看起来是一个很有机会的球啊 但只是送给对手一个球门球 这角射门质量够高 但对方门家还是奋力 将球拒之门外 比分的差距没有能够扩大 现在双方还是只差一球 可以说门家靠自己的力量 顽强地维持住了比赛的悬念 支援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 这球出界了 接外球 张瑞 带球突破成功 打中力柱 弹回了球场 球进了 一角漂亮的林空 这角扮林空 势大力尘 无可挑剔 基本上他一出脚就知道 这球肯定有了 双方目前战成了4比2 四望森 临赛霍兰 这是个追分的机会啊 球背门将拒之门外 教练员决定要换人了 这球先传给了队友 传中被后卫拦截了 队友们很积极 就地反抢进攻 索菲亚维尔塔 这球能进吗 他们顽强地扳回一球 现在仍然是落后一球 要想扳平比分的话 在这最后阶段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角打门没有给门将 任何的机会啊 几乎可以说 是理论意义上的死角啊 两支球队 为我们上演了一场 进攻大战 王珊珊 王珊珊 杀死比赛的机会啊 正好 门将发挥出色 他们现在才只落后一球 比赛还没有结束 他们还有机会 球直接往进去离开 防守方没有失误啊 相当精彩的远射 不过被门将终结了 双方还要再战两分钟 哦 有队友来协助进攻了 一次拦截拿回球权 队友应该能拿到球 又差了那么一点点 其实这个射门的尝试 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这段时间攻势很猛 如果继续这样踢下去 完全有机会扳平比分啊 比赛结束了